字幕提供 《無線慣性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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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維持了很多年 那時候甚至說 沒有人可以打破 無線慣性收市 真的想不到 原來有人可以打破 原來是可以的 當你沒有敵人打破你的時候 是自己去打破自己的 現在外面說什麼 《無線慣性收市》 已經沒有人開電視 那情況是這樣的 現在大家都不看的 所以現在說那些劇集 最近我看了 有套挺好看的 苗橋偉做的那裏 好心作怪的 你當然覺得好看 因為最主要原因 其他太不好看了 如果這一套是放在平時 如果一套都差不多好看的時候 它不是很突出的 但現在為什麼這麼突出 因為其實實在太難看了 你看看連《時帝》那一套 恐怖度 簡直是目不忍睹 你發覺我們這個節目 如果你一直看著的時候 你是看到一個演變的 以前我和林以樂 都會講一下電視劇 現在講不到 為什麼我沒有看 我已經很久沒看了 那個演變是什麼 我們收視率高於無線劇集 現在不要開玩笑 那你怎麼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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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現在 慢慢的 就是以往 現在永遠的人都說一件事 要看的實在太多 可以選擇的實在太多 問題是究竟 你有多少時間 我可不可以拿到你的時間 以往是無線 現在已經洪霸了私人的時間 但現在私人開始說 喂 不可以當 那現在私人開始看什麼 開始 看J2台 年輕了 現在是 J2的韓劇台劇 都好看過無線劇集 真可憐 因為他起碼 真是自己打死自己 是啊 打死自己 所以現在 無線修事 眼線修事 已經完了 我說說 我在看什麼劇 最近 在追蹤一個 叫做同步 內地劇 叫火線三兄弟 世界流轉 是 以前 內地人追 香港TVB的電視劇 叫做同步劇 現在不是 現在反過來 我們香港人追回他 火線三兄弟 有哪三個男主角呢 嘩 厲害 王渤 還有一個張宇咸 還有一個叫劉業 王渤是否做孫悟空那個 張宇咸就好像做集結號那個 男主角 劉業當然是大家熟悉的一個 三大男主角 嘩 你這個家事 那個故事在說 就是那時候 日本仔佔領了中國的 一段 這三兄弟的故事 所以你看到 就好像你所說 我現在因為可以隨時選擇 一些TVB以外的劇集 所以變了 你不會再把時間 放在一些次貨那裡 不會看 什麼作戰 不會看 握都握不到 握不到就算了 即是非成物語已經做到什麼級數呢 做到就是 在國內那幫女生 全部都是在紐西蘭留學回來的 然後呢 就在紐西蘭 現在沒有回來大陸的 在紐西蘭出生的 那些第二代的男生 想找女朋友 來這裡就 物色的女友 哇 升級到這樣 去到紐西蘭拍他的生活片段 你想想 無線點可能做到的質素 還有 所以就說那些叫做 talent show 譬如以前的超級巨星 你很難再做 沒有 你很難再做 你最初跟別人的 中國的聲音 差多遠 我早前在這裡讚過這個節目 就是人家的歌種 就是你聽的時候 一馬上的表演 是不同的歌曲的類型都聽到的 但是你香港那些 聽來聽去 還有很有趣 他們做到他們有故事 就是參賽者有故事 香港那幫大部分是年輕人 為什麼呢 他們想著要捧歌聲的 但是 中國好聲這一類的節目 就不是的 可能都是抄 Britain's Maggot Talent 那類的 就是那些參賽者 本身有些可能是大叔 大嬸 說你猜不到他唱得這麼好 那就是有一種故事性 我明白 是不公民的 因為中國的市場比香港大 所以同時 你某一個節目收得 其實很多節目都不能收到 到大陸 回頭說 某一個節目收得 你的資源可以投放很多錢 因為觀眾多 等於美國觀眾多 台灣我2300萬 你對香港說得盡得700萬 但是問題 香港一向為什麼會領先地位 現在突然不行 你突然要反省 這件事就是 我的創意沒有了 沒有創意沒有競爭 老實說 亞視以前還有一些出權 可以對抗 亞視已經過了無線了 過了什麼 亞視過了無線了 現在無線被亞視了 出來了 除了黃晶還沒過去 現在 現在我想香港其中一件事 就是那些什麼無線 發牌在那裡 又停在那裡 是政治因素 絕對不是因為經濟因素 就是已經有人肯出錢了 我拿50億出來 你就不肯給他 給他加入局 所以其實就是這樣 你現在就算連香港的創作人 都要回去大陸那裡拍劇 回去大陸那裡拍電影 那你香港 說真的 再這樣下去的時候 那些電視還哪有人拍 我覺得是否一些陰謀論 就是做到這麼差的時候 就告訴你 那市場真的很小 是啊 養不到兩間 連我們也養不到 怎麼會是那個呢